- 同學好,我又來了 來,我今天有發一個長期版的連結 就是你們平常在開影片的時候可以用的長期版 那如果買不到那種實體的 其實你們可以用APP 老師也幫你們找到Android跟iOS Android是同學介紹的,其實蠻好用的 那iOS,來看一下,這有點小 這兩套我打發連結給各位 那我先跟你們講這一套,這一套我比較不喜歡 好,他們這種長期版很方便 它只要按加號之類的,它就可以馬上有 第幾場、第幾幕可以加上去 然後如果要開拍的話 這邊有一個那個Action的按鍵按一下 喔,這台聲音真的好小聲 我不喜歡 好,來,我們回去另外一套 然後另外一套的話是老師比較喜歡 手機也可以裝喔,就是這一個 XX這個,就是鏡子包這一顆 好,這一個,這個老師比較喜歡 那它一樣也可以是學第幾幕、第幾場 然後你拿一個NG啊什麼 你自己把它記好 然後來,它來使用的時候很好玩喔 要這樣滑動 你看,往上下滑都行 欸,喔不行喔,喔這樣 好,所以它就是這種滑動的 對,聲音你可以自己調整 我其實覺得蠻好玩的 那你這樣就可以在拍攝的時候 用長期版來助記 那長期版的功能啊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現在開始要拍之外 它顏色是黑色跟白色 可以拿來做校色用 校色用白平衡 白平衡是要找白色的地方 然後另外呢,在玩多機剪輯的時候 因為你有這個聲音出來 那所有的機器都會把這樣 比較高頻的聲音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 我們在多機比對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聲音去抓出來 我的聲音的位置 那你在拍的時候啊 如果你們發現那個 就是手機拍攝影片的時候 它那個聲音太小聲 收音很多時候不好 你們在演員的身上放錄音筆 你把它放錄音筆後 你錄起來的效果 之後再來拿來做多機就好了 所以呢,嗯 推薦給各位長期版的工具哦 它超簡單的 應該不太需要我教 好,那就這樣囉 拜拜